我去年因为这个好副主席啊 他带队去 我有去 我们去了也好多位立法员 永平也有去嘛 除非也有去 我觉得这个谈的就是两 海峡论坛就是一个平台 有各种有做生意的 有学术的 有这个民族情感的好多这种平台 有什么研究文化资产 怎么保护的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很好的议题 还有搞那个环保的 还有说那个什么 年轻人怎么有竞争力的 我对修水正我不太了解 你修水正当什么官 你是陆委会的负责委员 陆委会是要干嘛 就促进两岸的交往嘛 陆委会现在不是促进两岸的交往 是反对两岸的交往 那陆委会就不要存在算了嘛 你懂我讲一下 我要存在就是要促进两岸的交流 现在两岸你不交流 别人去交流 恐吓你 我要解散你的党 试试看 我在那大声的讲告诉你们 米兰 你敢试试看 是不是 我是觉得 他解散国民党的话 就五百万人上街头了 真的 我们可以看看嘛 我们有本事 欢迎他来解散人民团体 海洋议团体去年为止 已经第十届 今年第十一届 国民党出卖过什么事情 有啦 卖了很多水果 国民党是促进两岸的交流 至少做生意的交流 还有很多做生意的 有些纷争 我们出来协调 对不对 我们在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民进党在制造问题 你在创造问题 永远解决不了 来问人民的问题 董哥 你看 其实陆委会 这是出来讲话的副主委 叫陈明齐 他首席副主委是邱锤震 还有一个副主委叫李立真 为什么要找陈明齐 因为他是太阳花的幕后支持者 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的 都知道 你知道林维廷 林维帆 陈维廷 他们就是 就跟这边关系密切 所以就有好的观众 然后为什么还要找他出来 因为邱锤震 过去民进党三令五声 不准参加两岸论坛的时候 他就跑去 邱锤震 他自己就去了 他自己就去了 他怕被棋底 像你这样记忆好的人棋底 所以难看 那你看的就是会非常好笑 陆委会警告禁止个人 团体参与海峡论坛 那邱锤震不是个人吗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在 复制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 我们前面就讲过 就叫太阳花 所有太阳花 我现在就是缓中 陆委会现在最大的工作就是 最好人跟中共每天打水过 然后累积很多香骂本 然后他就赢了 所以现在是绝对不准 他希望有人很大反弹 你反弹一大我就跟你打水过 反正我领国家钱 我不怕你 你现在看到了 我还可以对长官做业绩 你看我努力反中 所以现在的香港的反送中 其实在民党来讲是大好时机 国民党五年前被送中过 就是太阳花 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 软弱无人什么都不敢做 然后当年的九合一选举 一兵败如山倒 因为你在太阳花里面 你被打掉正当性以后 你年底一定就败 而且打掉正当性 又让人家觉得 你没有能力坚守立场 然后警察喷喷水 结果警察被告 你知道中正一分级的花洋宁被告 太阳花被告多少次 被告了46个案子 他到现在还在跑法院 结果学生还指控说 国家暴力 警察打人 所以那一套是没有用的 然后两年后 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 输了300万票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有太阳花造成的 太阳花就是一个台独运动 只是他找学生跟年轻人来扮演 那学生比政客更会收谎 更会表演 更会装无辜 然后社会就同情 人家学生你怎么可以对他这样 学生让人看不起 他们就是那些政客的走狗 自己演得很开心 他们说谎有证据 那现在在缓送中一样 当时被找出来 太阳花说谎有证据吗 所有东西 其实现在都可以拿出来了 他们说 我们不玩如帽 我们只是缓黑箱 那什么叫黑箱 立法院开二十场工厅会 你为什么不参加任何一场 这二十场工厅会有八场是段宜康开的 工厅会就是任何中华民国国民 拿着身份证 你都可以去 为什么不去 那他可以说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怎么样 你不清楚是你的事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话都他们在讲 那我讲 现在民进党把香港的反送中 把他拷贝成台湾的太阳花 把他转移 所以你看时候的媒体都很同情香港 其实现在是在同情民进党 蔡英文 选票本来没有赖清德 民调本来输他一倍多 现在反而赢了 百分之八 为什么 就是靠这个来翻转 他们现在用这个手法 要把他弄到明年的一月十一号 国民党如果还是这样的态度 那那一样准备再输三百万票 我跟你讲 你的话以前被人家拿走了嘛 过去 不管在台湾或在全世界来讲 话以前应该是属于反对党的 反对党每天批评你这个 结果我们现在说话前 所有人都被民进党 这个没有任何政绩的政党 贪污的政党牵着鼻子走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香港这个反送中的事件 他变成要移植到台湾 变成当初太阳花的气氛 那这个海峡论坛就不准台湾人去 这个台湾为什么没有人抗议 我们不是民主自由吗 那这个气氛之下本来 我本来知道说 还是有一些国民党的县市长 也许不是自己去 也会派户手去或中澳人去 这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那个气氛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以后就变成说 回到那个清中会卖台 他现在要不清中我不清中 那你去参加这个 就是代表清中 然后那个陆委会才会又加码说 警告个人团体参加这个活动 对不对 警告一般人民听到警告 就会紧张了 然后面再涉及什么 民主协商局探索一国两制的 为者可依相关法令予以解散 解散 这个更严重了 可是我们看他的讲法是完全违法的 为什么 任何政府官员行使任何事情依法行政 那我们国家最高的法令是宪法 对 宪法就是要统一 对 那如果要统一的话 那不管是一国两制或是一国一制 都是合理的讨论的内容 就是废委员他反对我支持 那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辩论 这样可以吧 OK 对 对 因为宪法里面就是要统一嘛 那如果将来终极要统一的话 一国一制或是一国两制 都是可能的方案 那他不准讨论 他不准讨论 对 所以这个已经违背了 宪法里面最高的言论自由 对 而且民主政府党的 他的那个公投条款里面讲过 台湾将来要独立要统一 是由国民公投决定嘛 那也就是说独立 这个言论跟统一的言论 都是受到合法的保障 将来要是 而且他们讲过 将来要是投票的时候 赞成统一的人多 他们要支持统一 那为什么 有可能投票的时候 赞成统一的人多 因为言论自由嘛 那言论自由代表什么 就是说 当统一的言论越来越强 包括说一国一制 或是一国两制 或是各种制度 中间有一个制度 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接受的 那个制度 都形成这个制度了 这就是言论自由 他禁止去讨论这个 就是完全违背了 憲法里面的言论自由 淑慧 所以海峡论坛不可以去 然后去了 如果有人去 也不可以谈一国两制 也不可以讲和平统一 好害怕啊 我刚刚听大家 在讨论这些议题 其实从今年一月到现在 对啊 我觉得所有观众朋友 没有觉得很累很无力 就是因为民进党 应该说蔡英文 从一月这个回应 那个习近平的元旦文高到现在 剪刀枪了 对他一路就是剪刀枪 一路在吃所谓的 嗆中特效药 他吃了以后 民调有起色 他就会一直吃 这就像我们吃 淚固醇一样 他不管后面的副作用的 反正对我民调有用我就吃 事实上也有用 因为他一路吃嗆中特效药 吃到反送中这个事件以后 居然狂赢赖清德 就让他更觉得说 吃这类油 对他来说是有用的 他不知道说这个药 对台湾长期的副作用是什么 他不管的 他只管自己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觉得很累吗 我们一个执政党 难道你执政了三年四年 你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 嗆中嗆中再嗆中吗 难道所有民众看到嗆中以后 就可以投他支持他吗 大家都忘记过去三年 所有发生的事情吗 一例一休 能源问题 然后再留子孙的8800亿 然后东厂中选会的争议 公投的问题 全部都可以忘记吗 只是让他不断的为所欲为的 拿中国大陆来当做 他选举的挡箭牌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 是台湾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到底跟中国大陆 要什么样的关系 要是友好的关系 还是要不断的对抢的话 很少认同柯文哲 但是我认同柯文哲 两岸政策 起码现在的台湾是有 若沙咖多路的状况 是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觉得要跟大陆 维持友好的关系 只剩下民进党三分之一 是维持在愁中跟嗆中的 可是问题是 另外两股市 现在是分流的 所以最后我很怕的是 还是愁中呛中 这少数的三分之一会执政 把台湾带向一个更惨的后果